因为你们这一堂很重要 因为这一堂把你们的基督人建立起来了 那你现在在读这几些圣经里 一个字一个穿得很清楚 你看见C白书的作者有这么伟大的思想 很可惜有很多的解禁书没有看到这样的神 我们再看这一段的圣经 你看明白了 大家来看 C白书第二章 我们大家看第十节十一节 C白书第二章 十一节十二节 一同来读 第十节开始 原来那为万物所本 要领十余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使救他们的颜塞 因受苦难得以完全 本是何以 因那此人成圣 何那得以成圣 都是处于义 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 也不以为持 说我要将你的名传递 我的弟兄 在会中我要颂养他 又说我要依赖他 又说 看啊 我以上帝 所给我的 儿女 这个儿女是谁的儿女 上帝所给我的儿女 这个我是谁啊 耶稣 不是啊 是 这个我是耶稣 但是我的儿女 不是耶稣的儿女 你说你讲什么 上帝 给我的儿女 我与他们在一起 上帝把他的儿女给我 我与上帝所给我他的儿女 是这个意思 不只是我与上帝给我的 使我看他 变成有父子观之一 这是我的儿女 不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我称他们 为什么 弟兄 所以这是上帝的儿女们 赐给耶稣 做耶稣的弟兄 大家说 上帝的儿女们 赐给耶稣 做耶稣的弟兄 所以 I am now with the children which have been given by God to me the children of God which have been given to me 我现在与 上帝儿女 给我的这一群人在一起 我称他们为弟兄 这里不可以解释是 我与我的儿女在一起 所以如果灵恩派里面 有灵进来的时候 我来了 我来了 我来到我的儿女中间 那一定写灵 你注意啊 这个不要笑不要笑 他现在就在四周 他可能就 为什么 我不懂 因为我这样讲 晚上他可能给我大病一场 你懂吗 他就是要这样攻击的 我今天把很多很基要 很重要的道理告诉你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我在这个争战上 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要搞乱信仰 所以如果邪灵 暴冲圣灵说 我来到我的儿女中间 请你注意 上帝有儿女 耶稣有弟兄 圣灵没有弟兄 也没有儿女 你不要乱 一个字都不可以乱 上帝有儿女 耶稣有弟兄 或者有弟弟们 但是呢 圣灵没有弟兄 也没有儿女 大家说 上帝有儿女 耶稣有弟兄 圣灵没有弟兄 也没有儿女